2006年,发生了一起轰动河南的情杀大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一个女护士 她伙同刚满18周岁的男朋友 当机杀死他们医院的顶头上司 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女的,她长成什么样 她的名字叫郭爽 1983年出生 在河南职工医院上学 这是一个专科 这学校很一般 2005年,她进入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人事处工作 没有正式编制 属于一个临时工 因为这学校一般嘛 对不对 再说这个正式编制也是很难搞的 即使你是个好大学的话 也是很难的 然后她的顶头上司呢 给大家看一看长成什么样 这小男人一看她就是啥呀 一看她就是那个 说她是医院的 这特别像 医院领导 怎么样 怎么样 说医院的一个领导是不是特别像 就是有那种感觉 就似曾相识 咱们去医院的时候 说一看她什么主任啊 什么什么就这种 哎 她的名字叫方卫钊 然后他说 然后他来这个医院之后呢 就是正说这个医院之后 2003年他跟老婆离婚了 孩子规于对方 目前他属于单身状态 在这个郭爹来医院的医院的医院 他作为一个新人 他作为一个新人 然后他就使劲地跟大家喝 他也之前没怎么喝过酒 好多人都是这样 我刚上班前跟人也往死里喝 不剩酒力 直接就喝多了 结束的时候呢 老方开着小车送他回家 关键问题就是回谁的家 是不是 第二天呢 那郭爹醒来之后发现 原来他躺在老方的家里 昨天晚上领导将他拿下 小姑大怒 如果他这时候报警的话 老方这辈子那彻底废了 肯定是要坐牢的 对不对 于是呢 这个老方他就赶紧呢 就脸哄在啥的 就给他许下了一个承诺 说那个小姑啊 你看这个事已至此 回头呢 我得补偿你 我想办法跟你安排一个正式的编制 这就啥就是补偿啊 然后小姑呢 就同意了 随后的日子里 老方多次跟他在一起打个 几个月之后 他们医院要招聘一些护士 这些据老方所说是给编制的 然后老方就让郭爽去应聘一下 你去应聘 然后我想办法要你那个录取 然后给你个带编的 这不就是答应你的承诺吗 结果呢 虽然说这个郭爽他应聘成功了 但是他这个护士的职位依然没有编制 还是个合同中 这个时候郭爽大怒啊 可是现在已经没用了 你现在再去报警下 在法律上来讲 老方他是不存在犯罪行为的 对不对 你不能把他怎么样 这时候他俩是啥关系啊 这可不是那啥了 强改的关系了 你已经跟他又傻了 当时这时候才报是白扯 他没用了 随后呢 郭爽他就认识了一个男朋友 给大家看一眼这个图片啊 这些图片都是咱们这个电视台 正规电视台 然后央视电视台给放出来的 名字也都是真的 就这小子 你瞅这脸还挺多伤的 好像看起来挺成熟的样子 是不是啊 其实不是 他的名字叫王子健 1988年4月份出征 为什么说4月份呢 这个时间他刚好已满18周岁了 2006年是吧 1988年这个时候是啥 那个他已经是满18了 他是当地一个高二的学生 但是呢 已经辍学目前属于无业闲置状态 是这么一个情况 两个人相处了一段时间 先把他这照片关了 出了一段时间 然后郭爽就把自己受到这些屈辱 告诉了他就老方 当时趁我喝多酒时候 给我拿下 然后说补偿我 结果呢 费了这么大劲 我拿到了这个护士的那个工作 我还是合同工 他没有帮我把编制给拿下 这个不一定啊 这可能网络议员说的 但是根据后来这个王子健 他的一些供诉 可以显示人就不是 就是说可能这小哥他只说了一部分 就是 只是单纯喝酒把他拿下 然后并没有帮他这个帮那 王子健听完之后 大就是我要杀的 于是两个人就定下了一个杀人计划 2006年9月3号 郭爽出面去那个医院找到方北招 就说你出来 我要跟你谈一谈 就关于咱俩这个纠纷的问题 接下来就让这老方跟他出来之后在外面就见到了 王子健一看这小伙 说这谁呀 这女的说说那个我表弟一起跟过来的 那可能说是怕那个 怕老方打他 是不是怕了纠纷找个表弟跟自己过来的 然后老方一看就一个小朋友才18 他都41了 对不对 也没太在意 然后呢 老方开始车 他开了一辆本田 他是他开着 郭爽他们俩是坐的后排 等开出去一段路程之后是找一定的停车 这时候呢 王子健在后面拿出一把手术刀 这手术刀应该就是这些谁呀 这个郭爽给他准备的 就把手术刀那东西特别锋利是吧 在后面直接就 逼住他右侧脖子一逼 你现在下车 你坐到副驾驶 让那个郭爽他来开车 逼着他下车之后移到副驾驶 然后他又上车 就这么的郭爽开着老方的车 然后那个那谁 王子健的在后排继续拿着这个刀 就逼着那个老方 一起往前开 开到了 津水洞路和这个明里路交叉的那么一地方 有一个停车场 这停车上好像挺背的 进到里面一停车 这时候开刹了 王子健他就用这个手术刀对着老方的疯狂的疼刺 可是毕竟是后排和前排对不对 挨了几下之后就老方拉开车门 他就夺落着逃 他一往下跑 王子健也瞎吃追 没几步就把这个老方给追上了 追人之后 他抽出了一把锤子 过去 咚咚咚晕咚 把这个老方就给打殴了 接下来呢 郭爽和王子健他们两个人火速的跑人 这个就应该回去准备熟悉熟悉的东西了 当天晚上他们并没有直接那个跑 哎 然后几个小时之后 这个呃 郑州警方接到了那个群众的报案 说这个停车场有一个男的 浑身是也躺的 一动不动 过去一查就是那谁啊 这是那个方北招 然后呢 很快就锁定了这个嫌疑人了 一查就查出来了 然后也查到了他们的行踪 直接去郑州火车站 把他们俩个抓获 郭爽和王子健他们的计划是什么 要坐火车去新疆 他们想跑跑到外里去 然后2007年8月17号 郑州中院一审宣判 给大家看一眼图片 郑州中院一审宣判 郭爽和王子健死刑 这个你看不看到这小伙个儿挺高啊 他身高一女八的 但是我们才看这样图片 明显就能感觉出来 一看就特别稚嫩 太年轻了 这时候19岁是吧 然后这女的你看看 他还可以脸圆一点 这是一个宣判的现场 这是官方公布的 死刑的话 那肯定要上诉的 咱们这个上诉是不加刑的 死刑是最高的 一定要上诉啊 2008年12月份 郭爽被执行死刑前半个小时 留下了采访镜头 这个是央视放出来的 然后把这镜头呢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那么第一反应要问他的结果 不是这么好 就像你昨天说的 希望他能留下来 你如愿让他留下来 我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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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像我一样 我来说的 我来说的 然后王子健在那里华尔 他其实他也不知道结果 但他有话让我带给你 他说 对你们这两个年轻人来说 这是一次惨痛的叫醒 但是他让我转告你 他说他到现在都真心喜欢 如果可以的话 他如果愿意的话 记得替我照顾我吧 听到他的男朋友王子健被改判死缓这个消息 然后呢 郭爽是喜极而泣 那么这段视频呢 让很多人都是心情比较沉重的 甚至呢 对他们俩给予了同情 明明他们两人都是罪犯 却同情他们的这个这个情况 网络上呢 咱们说这个案子被改编成了无数个版本 基本上都是打感情牌 同情郭爽他的遭遇 被这个禽兽领导给玩弄了吗 然后这老方是一个特别该死的人 你瞅他长的样 然后也就才二三岁的小姑娘什么事 那么对于这种东西 我肯定是不屑一步的 聪明的人一定会注意 明明那个王子健 他是直接杀人的凶手 却判了死缓 而郭爽没有动手 他还有一些委屈的这种那个前提 为啥却把他给判了死刑 对不对 你不要在这段盲目的去开始同情这个同情那个 法院为什么这么判 我们在其他类似的案子里面都不是这样 比如说咱们讲那个案子 那个女的杀他老公 然后找他的情人 这情人又找了一个同学 是吧 然后这个女的给提供信息 发短信 说他老公回家了 在下面停车呢 这男的过来之后 和他同学把这谁 把他老公给干掉 跟这情况差不多 为什么那个女的判了那个死缓 然后把那个凶手直接杀人 判了死刑 怎么到这个案子里头就能反过来呢 答案非常的简单 郭爽他才是真正的主谋 王子健是被他诱骗了 下面呢 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个案子里面的细节 郭爽被老方给拿下 咱们前面说的这些细节 都是郭爽他所描述的 反正老方已经死了 无法对证啊 是吧 他就说那个当天喝多酒了 网给拿下了 怎么怎么的 然后他们俩之间又说这个 又说那这些都是郭爽所描述的 我们一定得注意 你不要以为这个东西 他说的就一定是真的 是死无对证的 咱们就凭常识来讲 你看老方他的背景很优秀啊 现在这职位也不错 怎么才41岁 前途无量 那么大家整个部门所有人聚会 然后他直接就把小郭给带回家 就给拿下 他很清楚这个后果是什么的 如果这个小方一点意思都没有 人家都啥就把人灌多了 完直接领去 那人不报警啊 你往哪跑啊 对不对啊 到处都是啥的啊 那么多人都怎的作证呢 他硬着头皮干这种事 啥后果不知道 其实这个是不合理的 不要以为这些人都是懂懂懂的禽兽 你想想他那个背景 什么同济大学的硕士 博士 美国一个发大学的 上去就干这种事 如果他那么干的话 他活不到今天了 况且咱们现在来讲 就算他真的这么做 行不行 咱们把这个先给他排除掉 他就这么禽兽了 就这么干的 就喝多久了 回去之后和小郭发生这个关系了 郭爽说的都是事实 咱们算他说的事实 那么呢 事后 这个小郭他并没有声张 为什么 为了获得一个正规的编制 这个是事实吧 就他自己交代的 按照他来 等于什么 利益交换 那么他和老方就属于情感问题 不是犯罪问题了 就是你愿意了 你没报警吗 你也不整个事情 你为了要让他给你整个别 这是不是就情感问题 他不是那啥那个卖了 对不对 也不是犯罪 就是两个人的情感纠纷 况且这还不涉及到那个道德的问题 因为老方他现在是单身 对不对 他已经离婚 孩子不跟他 小郭呢 他没有结婚 也没有男朋友 两个人纯粹的情感问题 说白了 这个事啊 半斤八两 谁好谁坏 还不一定呢 最终郭爽他没有如愿 这个编制没有得到 然后找男朋友谋杀老方 这是铁定的故意杀人没跑 对吧 我们要注意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就是小郭他和老方翻脸之后 然后他认识的男朋友 他们俩是通过网络认识的 而且是郭爽主动添加的王子健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肯定要深度的怀疑 郭爽他为了报复老方 自己的力量不够 所以想物色一个男的 想想王子健当年才18岁 太年轻 很容易被这种感情给诱骗 他一直坚信 这郭爽吧 是被老方强行拿下的 就喝酒喝多了之后给拿下的 事后呢 又是多次威逼的药 你要跟我这跟我那个 听到这种事情 这小伙才18岁 你知道吗 如果这个郭爽在添油加醋 在各种使用点什么套路 那小伙肯定大怒 换谁谁都激眼 很有可能是他主动提出来的 我要干掉他 你OK 你放这话 然后这头就拖了 或者是这个小郭啊 他用什么方式把他给激怒的 这是大概率的 我们没有拿到他们两个人具体的聊天记录 是通过QQ还是短信的 咱不知道 这个2006年的时候啊 那时候还没有那啥呢 没有这个微信呢 拿不到聊天记录 也拿不到供词 但是我们结合最终的判决 基本上就这么流程 否则为什么给王子健判一个杀刺官呢 你是故意杀人啊 你满18周岁了 是吧 在这个那停车场当街杀的 而且先用刀刺 用锤子追杀 这个判死刑是没法的 一审判就死刑了 为什么二审也给掰过来 根据二审充分的考虑了一些东西 就是王子健 他是被这个谁 被这个郭爽给诱骗的 所以说这里什么 责任最大的就是那个郭爽 你别看他没动手杀人 是吧 说什么委屈不委屈的 那另一回事 咱们说如果 这个郭爽和王子健 他俩是在 就是跟老方发生关系之前就认识的 比如说是他大学同学 是不是刚毕业之后认识一个的 后来跟老方出现这种事 那是另一说的 就恰恰这个时间点有巨大的问题 为什么你跟他翻脸之后 编织没有得到 刚认识两个月就开啥呀 提前一个月开始出关系 出到位置之后又一个月进行谋划 对不对 基本上可以锁定 王子健就是郭爽 他物色的一个杀人工具 甚至是个炮灰 虽然说他是一个女的 咱们说了吧 但是他也具备能力干掉老方 比如说下药之类的 是不是这种案都很多 谁说就干不了啊 我们都可以怀疑 他不想自己出手 他想的是要找个男的去杀 全程自己都没有动手 一旦案发自己可以留一条命的 如果他去用别的方式的话 那肯定他要死刑 你说整个过程他都没有动手 他不用我怎么回事 这个才是他真正的如意算本 咱们在镜头里面 看他在那哭 没啥意思的 确实他对王子健是存在一些愧疚的 是吧 马上又执行强诀了 人之将死其烟也哀 就这样 别忘了 他说那些话 是不在那边说 我对不起他如何如何的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 在视频结束之前 其实央视一点都不少 这个女的他还留下了一句话 就是希望王子健能够照顾他的父母 懂了吗 那么王子健这些伙 今年的话 现在已经35岁了 等他出狱之后 他应该能明白 自己稀里糊涂的 做了一次破灰而已 就直接找他 跟聊完之后 看年轻啊 跟你出的相 然后你替我报仇去 就这么回事 我们现在再回头说一说 老方的问题 大家觉得他这么想呢 你说他为啥就不给对小郭弄个编制呢 按照他的位置 我想应该是可以搞定的 你看他人数的 是不是 之所以不去搞 其实就一个理由 不值得 我们来看看他的情况 006年的时候 他41岁 单身离异 他肯定是想找个新老板 一定的 但这时候你说 41了 还离婚 他想找一个家里特别有钱 还年轻漂亮的 有背景的 那是不可能的 正常来讲 他的 他也不缺钱 他有位置 是不是 他就想找一个年轻漂亮 那是最好 那么小郭23岁 也是年轻漂亮 咱们再结合他俩的关系 大概率 他是想把小郭给娶了 娶成老婆 所以说他俩指不定怎么是 后来你都是听了一个郭坊 他一面之词 是不是 证据呢 他是想娶了小郭 想娶老婆的 后来他发现 小郭的目标 目标 终极目标 就是为了在老方 他的身上获得一个工作编制 我根本就没想跟你结婚 你都四十多了 我才二三 对吧 你都离婚的 有孩子 我怎么可能跟你 你就是一个人事处 一个医院的 你也不是傻 不是王思聪 高看自己了 你这根本就没想跟他结婚 老方也看出来了 所以说他觉得不值得 我给你办完了 你立马就得跑人 有了正规编制 你还扯我吗 那我还扯你干啥呀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 站在他的位置上 很容易想明白这个事 你会 咱这身份 我就为了跟你打几次不是 我就 就换一个编制啊 你想的也太简单了吧 从家属来讲这是亏了 那一个编制多少钱呢 我出去找那个更漂亮的 花点钱不就完事了吗 那花几个钱呢 你说谁不会算这个账 对不对 大家不要简单的认为 男领导和女下属发生关系 一定是男领导情受 就是说不是人 他占个大便宜了 很多女的为了升职 为了利益 不择手段 就像说那个男导演和女明星 真的都是那些女明星 被迫同怀送包吗 都是被逼的不行了吗 有多少主动的去的 是不是 然后看他在那边哭一鼻子 甩几句话 没有用 关键我们要看 他在整个事件里面 他到底干了什么事 这才是重点 王子健应该出来了吧 网上有人说 他是要出来是 2031年 我在这个判刑书网上没有查到 没查到他的信息 这个规计给撤了 因为他属于这啥子 但是如果他有这个减刑信息的话 是应该公示的 就是没有名字不都合对了 就是没有的 我大家说这个事情吧 不要以为他在那哭一鼻子 看这事情是啥的 法院为什么判他死刑 而没判那个王子健死刑 给一个死网 就是有问题 那小伙他是直接杀人的 对吧 他就是被诱骗的 我跟你这么讲 这个女的有这么快的速度 赶紧出生一个对象 找一个小伙 其实就是让他去办事去 说通俗 说简单的就是两个字 破呼一 我在医院工作过 这种事情太多了 是 这 是吧 那个医院里头 你说这个领导和这个女护士 那指不定是什么原因 你不用简单的认为 说这个年纪大的 这个男的肯定是禽兽 这不一定的 其实这种东西 如果要是说是警方去调查去 他是有很多线索的 同事多少也值得一些 然后两个人呢 你说那个发过的短信呢 对不对 然后还有那些物品什么的 能查个差不多 只要认真去查 就能整出来 大概率来讲 其实他们俩 咱们 中正一点来说 就是情感纠纷 就是情感纠纷 不存在那个什么犯罪的行为 如果这个领导真的破例 给他搞了一个编制 那可真有可能是违法违规 或者是犯罪了 都不好说了 我就给你办 办完了你肯定走 他跟他在一起 就是为了获得编制 拿到编制之后 我还认识你是谁 有了编制 就不惯了你了 然后这个老郭 他说老郭 这个老方 他想法 应该就是他想跟他结婚呢 你要不跟我结婚 那我还跟你弄啥 弄完了你就跑了 不弄你也是跑 那我就不弄了 你能把我怎么样 这东西其实也是有风险 你给人整机案了 不干掉你 对不对 然后跟你在啥 最后你的承诺 当年你答应我了 当时 现在你不整 我想办法干掉你 能咋样 同归于尽的 是不是 所以说情感这个问题 经常会产生很多这种 极端的情况 就是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 白哥普通女人是不是脸轻易不能依美上科技 我想往孟廷伟那个方向靠拢 该做的啥 哎呀 你可别往他那个方向靠拢 那是不对的 你就是说我 我想往王思聪那个方向靠拢 可以吗 不行 你跟他条件不一样 不能往他的身上靠拢 你最应该做的是找到自己的优点 把自己的优点给他发挥出来 给他放大 把自己的趋点给掩盖起来 这才是正道 而不论说 自己觉得喜欢谁 就往他的方向发展 那我现在往刘德华 那个方向发展 没有任何意义 只能整得更糟 我一个师姐刚毕业 就找了个副院长 然后转正后就理了 对不对 就是的 你想想 对于小哥来讲 我为啥跟你40多的人呢 你说他长那样 那个年纪了 还离婚的 你也不是说 我没说 不像王思聪那么强大 不像马云那么强大 为啥跟你啊 我为你就被编制 然后我眼见一讲完了 你既然为了编制 回头跟我 跟我那个白眼了 那我就给你整 都外看他都谁 最后他俩都熬了 对吧 然后那小伙上去了 他俩全熬了 所以说感情这种东西吧 我一说了不要给他掺杂 太多的利益 这东西到后来纠缠不清 如果真把谁整鸡眼了 很容易就走极端 到时候谁扛不住 是不是 你看一个女的咋的 女的不能干掉你啊 男的那更狠 他说这种案子在社会上 年年都不断 从古至今 古代也好啊 现代啊 外国呀 都是很多的 不要跟利益捆绑的太多啊 完全就奔着交换去 最终谁也啥的 谁也兜不住的 这小伙子现在后悔了吧 呃 那咱不知道 不知道他现在后不后悔 是不是啊 因为他在里面待着 可能这些有很多信息 他看不着 如果他除了之后了 那么呢 我想他到了四十多岁的年纪 他应该能看明白的 自己当年就是年轻 冲动 给一个女的当了个炮灰 还还为他照顾他父母 为啥跟你说这些好话呀 对不对 你看这些东西都看得很明白 像这个小哥2008年的时候 他多大厕所 我看看 05年的时候 他那个2383年 他08年25岁 他枪毙的时候才25岁 你说他这点小心眼 这小套路在我面前 有任何意义吗 他说一句话 整个动作 我都知道他咋想的 对不对 才25 也就18岁的小伙呢 被他忽悠 白个女的一把就曝光能一把就曝光能搞到编制吗 那这个东西看这个人的能力了呗 能力够了那就是一句话的事 我跟你讲 最终大家都会衡量值不值的问题 你觉得啊 你跟他打个普克 对不对 跟那个领导 凑不凑啊 你觉得你付出了很多 然后你就可以得给编制吗 一个编制多少钱 你真以为你那一次普克很值钱呢 但不一定 他觉得我亏了 最终我啥能老着 白跟你玩了 受不了 咽不下这口气 对吧 人家这个老方也觉得 他 你就想拿这几次普克换个编制 完了把我一脚登开 玩呢 我不给我 我不给你搞 我把这编制给别人 我能挣多少钱 你值那个钱呢 本身这就是有问题 就不该把这种东西 跟利益捆绑到一起 是吧 爱情啊 是不是 他不能和这东西挂上钩的 你非得强行做交换 他后面就是存在很大的问题 白个男的要进社会多少年 才能看清自己曾经深爱错了人 就是看碰碰的事吧 一个男人只要你落魄一次 你就知道咋事了 这男人一定要失败几次 最好是混得特别惨一次 然后还能东山再起 那就妥了 只要你落魄 流落街头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之前的那些感情 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不落魄看得出来的 男人就是不经历挫折 是白扯的 没办法 一路顺风顺水 你会觉得自己能力特别强大 我就是人才啊 我就是英雄啊 我旁边都是够意思的人 这些女的那对我都是嘎嘎铁了心的 等你真正不行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眼前都是看不出来的 没有人是傻子 这个人吧 到了社会之后 所有人都是戏精 都是戏精 跟这个穷人谈钱 跟那个有钱人谈感情 你放心 这帮人就是这帮女的 跟那个有钱的从来不谈钱 都是谈那个感情的 谈的都是头头实道 我没说吗 那我我喜欢你和我不喜欢你 太容易了 我就喜欢你那迷人的眼神 你那走路潇洒的姿势 在我心里挥之不虚 哎呀太帅了 我看不到 我就看不到你 你瞅你长前头狗似的 你瞅你穿那个玩意 你啥也不试 对不对 你想那个 夸一个人的时候特别简单 谁都会夸 想埋着他 想跟他分手 那太容易了 我就找你查 你浑身上下啥也不试 我就跟你分手 想追你的时候 想觉得你帅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戏精 你要想看出来 必须经历一些事 自己经历一些东西的时候就看出来 否则太难 那你多聪明 多睿智的人呢 往这块一摆 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有的人可能到八十岁都没看明白 这辈子都白火了 白哥如果男人落魄了 突然明白自己 曾经不珍惜女人 但是他又发达回去了 会不会又不把女的当过事了 不会的 如果他是落魄之后 他知道哪个女的最好 哪些女的不好 等他发达回去之后 他认为好那个 绝不会再 再伤害他 知道之后就不会了 他可能会再继续玩女人 但是呢 他会很清楚 只要落魄一次 这男的就会成熟特别多 两次和三次没区别 一次最重要 什么叫落魄 之前你混得不错 咔嚓一下子跌到谷底 好几年翻过神了 你是哪种呢 这五年之内 大家看你都啥也不是 都觉得你这辈子没戏了 这才叫落客 对不对 不像有的人现在突然穷了之后了 大家觉得 没准哪天还起来呢 如果看你五年都没起来 你身边的人 基本上都会锁定 你这人这辈子废了 在这时候每个人真实的那个想法才会暴露出来 要不然都都会装吧 知道吗 你说这要现在都生一赔了 现在在外面欠了 好几千万的债 一无所有 你会马上就瞧不起 不会的 再看一看 瘦死骆驼 比马大呀 没准哪天人还翻盘了呢 五年之后 所有人都知道你这辈子没戏了 你彻底完了 这时候真正的嘴脸才显露出来 这时候你才知道谁到底是咋想的 我跟你说落魄是这种落魄 不是一下子就栽了那种 是栽的非常彻底 连自己都觉得自己这辈子没戏的时候才叫落魄 白哥看见节目太有用了 怎么样 你看他网上很多人都在吵这个 看这个节目 是不是都在打感情牌呀 他们多么多么的悲凉 是一场悲剧 什么悲剧 这种东西我跟你说 在法官眼里头都不叫事 当你把案子整多了之后 研究他们特别简单 这女的就那点心情 就找炮灰呢 想把自己摘出去 如果做成了就那么低 做不成之后案发了自己能洗干净 对不对 我本身就是个委屈的人 我遭受到了一些屈辱 然后呢 是我男朋友去找的 我是跟他一起商量之 但我没通说话 大概率来讲给他判个死磅 很有可能判个无期 那小子肯定要瞧瞧的 实际上你这种东西拿到像白哥这种的 眼里一看就知道咋个事 你还想啥 在那装啥呢装 在那 你就找破灰去了 免费的这 你出去找个杀手 还得给人钱呢 还得运付个定金呢 对不对 免费的那个替死鬼跟你们讲 关注微信公众号江湖里外 这里的东西贼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